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遇到的姻缘不合理时 一般都会生气 身口意就会造业 一般人都随缘造新秧 而非随缘消旧业 消旧业即是接受这个姻缘 只要依对方的角度思维发生什么事情 你便不容易生气 你若遇到我类似遇到的情况 你会如何处理呢 在姻缘变化中 你当以智慧来处理 我们接着谈绝缘 我相信很多人出生到这个世界 都希望有人陪伴 从婴儿一出生 我们就喜欢依偎在母亲身边 喜欢给别人抱 长成小朋友后 就喜欢找朋友来玩 长大之后 还想找个伴侣 这代表人天生的本性是需要有伴的 为什么学到最后 或经历社会 或成长一辈子之后 有的人变得完全不跟别人往来 因为他成长的过程中可能遇到挫折 比如他信任朋友 却被对方欺骗背叛 或帮助别人 反倒惹事上身 到后来 他便越来越不愿意接触人 我们要思维 人到最后会这样 必然有其原因 你可能知道结缘 贪缘 随缘 结缘 这四个名词的含义 但你能做得到吗 你能一生跟大众广结善缘吗 为真正懂得道理之前 你是做不到的 因缘二字 主因就是你的心 你要百分之百确定一件事情 每个人心中都有他自己的世界 而且他的世界是独立的 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 包括夫妻兄弟和父子 全世界有七十亿人口 就有七十亿个世界 每个人看到这个世界都不是真的 你看到的世界都是你自己想的 你新认知的想法是如此 你看世界所有的大大小小 便皆如此 你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 世界是什么意思 这颗兰花是不是世界 这颗兰花公不公平 你看不到真实 你怎么形容它 没有人说你错 你之所以这么说 想是因为你的世界 就是你这样的世界 你看兰花 一定会按照你的世界来形容它 你说它很漂亮 不对 你说它很丑 不对 你说它很便宜 不对 你说它很贵 不对 你说它是紫色的 不对 画本身没有这些概念 你形容它是你的概念 而非兰花的概念 你讲的是真相 真理吗 同理 我是不是世界 你看我 我就活在你的世界里 你说我是好人 不对 你说我是坏人 当然也不对 你说我为人很好 不对 你说我这个人很差劲 也不对 你说你这样做就吃亏 不对 你说你这样做就占便宜 不对 你怎么形容我都不对 请你不要形容我 请你不要形容兰花 你只要一形容就不对 那你看到什么 我讲不对是一个假的名词 我讲对也是一个假的名词 去形容它都离不开真理 因为真理是无法这样形容的 但一般人领悟不到这么深 只是按照自己的概念看时间 所以它一定不快乐 你看这个世间 你一定会批判 你批判什么 自己也不知道 你从小到大 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皆如此 你也不知道你为何会如此 符合你的想法就叫公平 不符合你的想法就叫不公平 这个理论既然适合在你身上 当然也适合在别人身上 难怪世间的人都互不喜欢 比如 我认为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他也可能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 因为我活在我的世界 他活在他的世界 这个世界不平静 就是这个意思 哪里出了问题 并非境界出了问题 境界怎么来的 就是因缘来的 你会发生一件事情 并非无言无故 必然有因缘 除非你不相信 相信才能说下去 否则就不必再谈了 无论你发生什么事 都不离开因缘 你不小心跌倒 有因缘 你捡到钱 也是有因缘的 无论遇到顺境逆境 都是有因缘 你不要因为遇到逆境 就很痛苦 遇到顺境 就忘了你是谁 勿喜 亦勿忧 你当静下来 看发生什么事 很多人反应很直接 遇到他不喜欢的因缘 他的内心 就会生起痛苦 愤怒 忧悲苦恼 遇到他喜欢的因缘 他就会高兴 欢喜 你若是这样 就叫一般人 我们从小到大 人生一路走来 皆是如此 你以前就是这样的人 学佛后 你跟以前有不一样吗 若是一样 那你学佛到底在学什么 假如你对这个世间的看法 跟你以前是一样的 那你就白学了 代表你学了之后 你的世界没有改变 文后思维 如何从因缘的角度 来看世界 心平和老耻戒 行职和用修缠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示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